如果正常 早上好 好 没问题 还有5分钟 还是快速回顾一下昨天的内容 看看大家昨天内容怎么样 今天是第4天了 每天这1个小时 其实过得还是非常快的 虽然它好像跟我们的政客 只差半个小时 但是感觉上好像 是不是一下就过来了 大家还是坚持住 昨天看怎么样 第一组upfine 想想finite 跟限制界线有关 finish 想想finite 有限的限 所以这个叫做限制 通过法管限制 或者叫做 监禁 关闭都行 coup up 也叫做 禁闭把谁关起来 关在小的空间里面 cramp 阻碍阻止 constrained 和restrained 可以放到一起 也是表示限制 约束的意思 然后这几个限制 注意一下 第2个 credible 可靠可信的 那下边下一个词 叫做 flausible 表示的意思 叫做 貌似真实的 合理的 就是能让你鼓掌的 它跟applaus 这两是一组 下一个词叫tenable 能保持得住的 ten这个词根 再次强调 它是maintain 这个词根的变形 这个词根表示的是 保持维持 能维持得住的 叫做站得住 脚合理的 持得信赖的 trustworthy 好 看下边 下一个词来 第1个 cunning 叫做狡猾的 遇到事就跑 running cunning crupty 脚诈的 叫做刷手腕 chicanery chicken 鸡贼鸡贼的 欺骗 不诚实的行为 artful 充满了意识的叫做巧妙狡猾 巧妙的狡猾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foxy 老狐狸一样的 还有就是sly 都是表示这个意思 都是表示这个意思 下边 下一个词来 第1个叫做cut 是跟切刻有关 grade 表示的意思 叫做磨碎 或者是压碎 这个当年让大家通过grind去记 grind把东西磨成粉 磨碎用它 engrave在坟墓上刻字 叫做雕刻 是铭记都行 叫做engrave means是来自mini 对不对 它再来自小这个词 切成小块 叫做切碎 剁馅 切碎 下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 叫做lacerate 还是来自laser 这个激光这个通沙的记忆记 叫割破 滑破 割破滑破 pair表示的是削皮 削苹果 削苹果 削梨 削梨 削皮 prue 还是削减 树枝 修剪 修剪的意思 作为一个chisel 是来自size这个词 跟常常用刻刀的这种 或者是什么凿子 簪子凿 刻刀凿子 这种凿刻 叫做chisel chisel 好像和这些词 都是跟什么有关 都是跟破坏有关 损害 impair 还是不能修理的 还是损害buckle 第一个表示扣住 安全带把东西扣住 第二个还可以表示的意思 叫做变弯区压弯压垮 mutilate 变得病态 这个叫做使破坏 或者叫使残缺不全 mute这个词 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在核心课讲过 叫做change havoc 大破坏 浩劫 dodo 表示的意思叫做拖延 磨蹭 dodo 现在在那里 dodo 拖延 磨蹭第二个deli deli deli 还是 叫做浪费时间 磨蹭 浪费时间 tary 也是 procrastinate 这个是最重要的 叫做拖延症 拖延症 cry 哭着喊着 在那不动 procrastination 对吧 想想中间部分 procrastination 好 下面下一个 depict 描绘 用图片描绘 用线条描绘 二肖像 pultry narrate 是口头的这种叙述弹道 narrate difficult困难的 grueling 繁重的 想心情不好的 累人的 demonic 对你要求特别多的工作 这也是不好做的 费力吃力的 Herculean 说了是来自于大力城 这个名字 神话 宙斯的孩子 叫做 Herculean task 大家通过短语去记一下 因为他跟他搭配比较多 Herculean task 下一个词 叫做 上伏的 也叫费力 辛苦的 另外还有一个单词 我们说叫什么 叫劳动 劳动也辛苦 叫 Laborious Laborious 好 下边 这一组 第一个叫做 discourage 表示的意思叫做 是沮丧 没有勇气 端盆 泼冷水 没有士气 想想他 Morale 士气 是没有了士气 也是气势低落 dishearted 失去勇气 是进行check 除了检查 也表示 意志 致止 dwarf 来自于dw 是向下 把你给显得 显得矮小 名词叫做矮 自诸如 overshadow 上方有一个影子 也叫做 是暗然失色 foreshadow 前面出现影子 是浴室 之前有这样的一种 阴影浮现 在脑袋顶上 是把你罩住了 Eclipse 表示的意思叫做 日时月时 先通过短语记 以及Lunar Eclipse 和Solar Eclipse 日时月时的时 那还可以表示的意思 叫什么呢 叫做是黯然失色 叫做是黯然失色 好 下一个词叫做 Immaciated 表示的意思叫做憔悴 或者我们叫做瘦弱 瘦弱憔悴 用这个单词 第二个单词叫做 Hagard Gong这两个说过了 Oni来自于骨头 骨瘦如柴 Cadavers来自于死尸 Cadavers尸体 Embezzlement 这三个非常重要 新闻当中能看到了 Embezzlement Appropriation Grupt 第一个 Embezzlement 就是我们说叫做贪污盗用 挪用钱财 Appropriation来自 property 也是 下一个词叫做 Grupt 也是这个词 Enlist 写进名单 叫做征募 征召入 Conscript Enroll 就表示学校的这种 登记注册 入学 入学人数 用这个词 Enrollment 入学人数 用它 Draft 起草 叫做征募征兵 Escape 躲避逃避了 这两个放在一起 Lope 这个词根本身是跟跑有关 想像Lag 它是腿的一个变形演射 也演射 跑出去 叫私奔 这叫做什么 加了一家轮游 让你通过联想去接 一家轮游叫做马的飞奔即时 Exodus Exodus 这个文物特别好记 它是一个名词 叫大批的离开 我们向外 知道这开头俩和最后俩 我们向外 叫大批离开 最后一个词 Ebscoun 叫潜逃 潜逃 Ebscoun Exodus Exodus 好了 昨天的怎么样 昨天的如何 昨天的还行吗 还行 那我们今天继续往下来看 今天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第一个单词 Essential Essential其实比较基础一些 刚刚来报名的同学 先跟正常直播课去背 去复习 然后把这个八节课都听完之后 然后再去补前面的录播 把前面录播 再一天一节课 未来把这个课上完之后 一天一节课 然后每天要去 按照我最开始说的 当天和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复习 然后就假期要把万字万 学完一遍 已经跟完课的同学 那利用假期的时候 就要复习一遍 如果是新的同学 就是假期去学一遍新的 老学员就是假期复习一遍 一定要看 对同一替换之后就是八节课 之前的内容 核心内容 前面会有三十五节课 我们上了 好来看第一个单词 叫做essential 叫做本质必须 这个是比较基础的四季词了 大家可以看看它 它的名词 我们在之前其实给大家讲过 叫什么来的 叫做essence 大家还记得它吗 叫做本质精髓 这个看在以前没有见过 我们当然讲了一个叫做 狭窄的道路 有骨髓 Mero 有多少同学还记得 咱们之前的核心的同学 Mero essence 咱们之前提过这个词 Mero essence 叫做本质 叫做本质 这个essential 只不过是它的形容词 在现在考研当中怎么考的 一般都考的是 Be essential to do something 叫做有必要去做某事 这个是在考研四六集当中 常考的一个考法 好 下面这几个 这几个先就是同考了 现在考研 专四专八 留学考考试当中稍微难一点 第一个叫intrically 第二个叫inherently 第三个叫innately 大家会发现这三个词 为什么他们都叫做天生本质固有的 他们为啥天生固有 他们共同特点都是在哪 天生一定是在里面 先抓住方向 先把这三个前缀先抓住 叫做innately inherently和intrically 好 我们先看最后一个词 最后一个词最好记 它这个词为什么叫天生 它来自于谁 来自于nature 它影射的是这个词 要会记笔记 记笔记 要知道怎么去记 只写英文和词的记法就行 英文和词的记法 方法 它来自于谁 记住就行了 因为汉语意思 有区别的就说一下 没有区别的 在书上这些词都有 innately 来自于nature nature这个词 好 下一个词叫做inherently nature是不是叫本性天性 它除了大自然以外 也表示天性的意思 人的人性本性的东西 就是天生的 生在你的天性之中 下一个词叫inherently 它这个动词 大家肯定以前见过 四六级的词叫inherit 这个单词叫什么意思 同学们 告诉老师 inherit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继承 有叫我们这个词 叫做继承 叫做inherit 叫做继承 还有表示的意思叫做 遗传都行 继承遗传 所以这里边跟它同源 它是从它这儿遗传下来的 继承下来的东西 这种基因 这种性格 这种特质 通过inhere inherit 就记就行了 好 上面这个单词叫做 是heritage 不是inheritage 小夏同学 好 就上面这个单词 intrinsic 这个一般副词用的也比较多 你看都是在里面叫 intrinsically inherently innately 都表示一个事物 这种本质的东西 本质的固有的 这三四个老师在读语 intrinsically inherently 你要记不住 你就想想谁继承的东西 谁固有的 女他 妈妈 女他 女他 在里面带出来的 这个叫做固有 innate 来自nature 天生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这几个就是考研的原题词 考研考过的同一替换 exaggerate overestimate overrate 和overstate 把这三个放到一块 都是含有表示夸大和高估这样的一层含义在里面 第一个词叫exaggerate 这个咱们在四六集里看是否背过 其实所谓夸张也是 e x表示之外 就是在这个实情之外了 ag这个词根 我们在之前提到过 他表示的是act 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行动有关 就这个行动一点出格的感觉 这个叫做夸张 叫exaggerate 夸张 叫做夸张夸大 下面这几个词其实都比较好理解了 因为over作为前缀本身就有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点过多的意思 estimate叫做估计 那就是过多的估计 所以叫高估 高估就是夸张 高估就是夸张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高估就是夸张 第二个叫做overrate overrate表示什么意思 叫做还是高估 因为它来自于rate rate本身除了咱们在基础词汇当中 学过表示比率速率以外 它还可以表什么 表示的意思叫做评估 它本身也有评估的意思 如果作为动词 它也表示评估的意思 所以也是过高的评估叫做高估 叫做高估 好 进行往来看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overstate state叫什么意思 state是不是叫做陈述 它名词叫做国家和状态 动词表示的意思 就是statement 声明 陈述声明 所以这也是过高的 过多的这种声明 也是叫做夸大 后面也写了 路奇写了个词 overvalue overvalue能写说价值 过高的价值 还是有一种高估 所以你可以把这四个over写到一起 他们都是可以跟夸张这个词做同一词改写的 像四六级考试当中就简单一点 因为它就直接是词和词的改写 考研那就是句子和词的改写 当年我记得好一篇文章讲到经济和教育的作用 说很多国家说把教育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很多国家把教育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但是实际上没有必要怎么地 这个里面它的改写就是什么 就是贫穷国家把教育怎么的了 看这是考研的考法 原文我记得那个是哪年的文章 好像10年还是09年的 就是说贫穷国家把教育 穷国把教育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但是作者做了一个转折 实际上不用 对吧 然后选项就直接改写了一个表达 就是它到底是高估了教育 还是低估了教育 大家还能记得吗 它到底是高估了教育 还是低估教育了 贫穷国家应该就是什么 就是高估 对吧 其实没那么重要 你平时通过训练也行 比如大家没读过大学的同学 你有一手好的手艺 好的技能 比如说你就这炸油条炸的好 那你也会成为油条大王 也是肯定不比上清华的人赚的少 就这样 就是当年那个文章讲 就是通过什么技能培训 我记得好像说的是 对不对 美国人可能有些都是墨西哥过来的 没啥学历 但是通过技能生产力也能达到日本的95% 好像我记得那个文章说的 所以这要知道 这就是考研和四六级的考法不太一样 四六级怎么考 四六级就是直接考的是overstate 选项变成了exaggerate 这是四六级的考法 但是考研就是一句话 然后文章是三行 两行半三行 选项用一个词直接概括了 这就看这原文能不能读懂了 但选项这词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考研都这么考 这他和四六级出题不太一样的地方 但你说所谓的什么定位 审题 这我觉得都没什么区别 他做题思路什么都没什么区别 就是他这句子变难了变长了 但四六级就非常直接 叫做夸张 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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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行 考地瓜也行 我不说了吗 你只要会门手艺 在中国社会就死不了 你就记住了 只要你有门手就怕你什么 学的非常杂 然后哪样都没能明白 然后随随便便都可以被别人代替 这就比较麻烦 明白吧 你说老师我就能研究蚂蚁左大腿 你能把蚂蚁左大腿研究明白 全世界没人能研究明白 蚂蚁左大腿 你能研究明白也行 也行 你都不用研究右大腿 你把左大腿研究明白也行 好了看下边下一组 Exceedingly Excessively 还有extremely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前两个词的区别 注意一下它区别就好了 第一个叫exceedingly excessively 叫做extremely 好 这个前半部分 大家都会发现它其实来自于谁 我们在高中的词也是四六级考研的词都有 也五天五里 这就属于比较基础的词了 这词它都来自于谁 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词 Exceed excess超过过量 这样用这词吧 超过过量 但我要强调的是谁 强调就是这俩别混了就行 看这俩词意思是不一样的 在考试当中注意一下谁 考试当中特别爱出的就是下边这词 你看它叫做什么意思 它叫做过度的 叫做过度的 过分的 这个大家在做题的时候你也可以找一找规律 反正我记得我在讲课的时候看选项发现的一个规律 但不敢说百分之百 你毕竟最近两三年没有讲到考验阅读了 选项当中一般出现它的时候 它是错误概率都非常高 选项当中出现过度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一般错误概率都是比较高的 叫excessive 比如说过度的噪音 你可以叫做 excessive noise 就在excessive 当年考验当中说的是过度的样本比较 你可以叫做excessive comparison excessive comparison都行 加了个ly就变成副词 这个词因为它是一个贬义词 听懂了吗 我画了个简号 就贬义词 它强调的就是greater than what seems reasonable 就英文解释能解释能听懂吗 就是greater than what seems reasonable 就是要比合理的还要大还要多一些 所以言外直译这一段不合理 所以这就是贬义词出现 你就要看看原文有没有起的强调过度 过度过分这个概念 过度过分 比如说过度高的过分了这个价格 过高的你可以叫做excessively high prices excessively high prices 你用它就行了 好 而上面这个单词叫做exceedingly exceedingly这个词 它就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就是非常失分 就是强调的是一个非常极其 非常极其 所以它可能会形成好的事 你用它也行 好的事用它也行 明白了吧 但excessive一般多强调的是不太好 因为它强调是比合理的要过多 所以言外直译它是不合理的 这两个词的区别我讲清楚 我能说明白吗 就是exceedingly是可以形成好的事情的 是吧 比如说你这个队 这个玩打打球打得非常棒 你可以叫做the team played exceedingly well 就它形成好的是可以的 但这个一般都是不好的事 不好的事 所以这就是从阅读的角度 你抓住一个是包一个是扁就行了 extremely这叫极度非常 这个就是咱们常说极端分子的 用它也行 极度的非常的 叫extreme把这三个放到一起就行了 好 我们继续望向来看 看一下第一组 回顾一下 第一组的词的特点就是in开头 都是在里面 他们都是在里面的 读一下intrinsically inherently 想想它的动词叫inhere 这个当天也讲过 存在固有与生俱来 存在固有的 innatally是来自nature 天生这个词 天性的东西 就是天生的没办法 好第二个叫做 跟过高相关的高估 估计嘛 过高的评价还是高估 过高的陈述就是夸大 还有就是给它过高的价值over value 第二个意思 就是一种夸大夸张的意思 exaggerate在上面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下边 下一组 这几个跟什么有关 跟失败有关 fail这个词 后期教授的同学 记笔记就行 讲义因为可能大家还没有到 顺序讲义的位置就在这 就在像茶字典一样 就找费有在哪就行了 按照字母顺序来就行 好 来看这边第一个 fail fiasco 下一个单词叫做miscarriage miscarriage做一个词叫做founder 好 来第一个叫fiasco fiasco表示的意思叫做惨败 彻底失败 你看上周六的台湾大选 对不对 这也是就叫惨败输了260万票 fiasco fiasco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大家记住前面就把他想了fail就行了 就注意他的读音 我们在前两天讲的叫壁画是吧 之前咱们提到一个叫fresco 之前好像说过这个单词 之前好像说过这样的一个单词 叫fresco 这别别混 还不知道谁输了 你不关心政治 是吧 现在年轻人好像都不太关心政治 fresco fiasco 大败 fail 第二个字叫miscarriage miscarriage这个词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叫流产或计划的失败 carry咱们都学过 表示带来 miss表示这是一个否定 就是没有带来一个东西 没有带来一种改革 没有带来一个新的生命 这孩子 没生出来 这叫做流产 流产在专八当中 像我们说的是哪个a字母背过他 叫做abortion abortion也是 就一般用他用的比较多 流产 这来自于Bowen出生 a表示前缀表什么来的 否定 a作为前缀表是否定的 没生出来 还是叫做流产堕胎 abortion 第二个意思也表示计划的失败 政大计划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失败 其实这历史就是这样 你看纵观历史 有很多次社会的一些变革 对吧 在满清时代 对吧 还有咱们说近代 有一些做法 可能由于社会的因素 各个方面大环境小环境 这就是失败再重来 miscarriage miscarriage 后面加一个age miscarriage 就是名词了 没有带来 也叫失败流产 两个意思 它跟abortion同意 最后一个叫founder founder这是一个熟词批译 比如我们说the sheep will finder founder看有什么意思 think the sheep will finder 你看泰坦尼克号里面船的设计师 他说的就这句话 但他一般英式用的多一些 就是说这船会沉的将会沉没 你想想船舱下边有几 5个里边有3个进水了 那就翻船了 大家可以通过创始人去记 这个名词是不是叫创始人 创立者 创始人 创始人在创业的时候 10个创业的里边 有7个到8个都会失败 创业不是很好创 就都是比较简单 把这几个放到一起 fail fiasco fiasco 这个不太好读 fiasco miscarriage 没有带来改变 这叫做失败 没有带来 miscarriage miscarriage 就是它的名词 miscarriage流产 founder 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看看 它 叫debuckle 还可以写在旁边 这是一个托福里面的词 叫做debuckle debuckle也表示叫做大败 或者是垮台 一个事情完全的彻底失败了 一个事件 叫做debuckle debuckle 为什么叫做全完全彻底的失败 这个就正好结合到我们昨天讲的一个词 我们在15分钟之前复习了一个词 还记得它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做压垮压弯 还记得不过同学们 扣住扣子的扣 想起来这个单词吗 想起来那个单词吗 等一下吧 如果弯曲要给压垮了 第一在此处表示加强 完全把这个东西给压垮 它也表示 an event or a situation that is a complete failure 彻底的这种失败压垮了 名词也是名词 就托福里的 托福里考过的 debuckle founder 创业者失败 这几个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 传授一些经验 我们其实也不算成功 看跟谁比 对吧 因为跟一些现在所谓真正的 对吧 成功的 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其实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 只不过可能获得了一部分同学的支持 但市场还是蛮大的 我们还没有做到最好 所谓做到最好 相对成功 至少在比如说四六级考研 我们得做到垄断 或者是施占率可能在那边占到50% 这还是做的还不错 但是还是得继续努力 帮我们宣传宣传 好 帮我们宣传宣传 最两天也在做万次班的改革 今年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咱们已经报名了 你不用担心 咱们核心的部分基本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核心的部分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但是变化肯定也会价格也要 也要什么 也要调整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你们肯定不亏 因为你花了几百块钱 上了最核心的部分 肯定是不亏的 肯定是不亏的 好 看这边 第一个falter读一下 falter 第二个stammer 第三个叫starter 现在还没确定 等确定会第一时间发布 告诉给大家的 在内部商讨当中 falter falter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知物皆 就是有点闪烁其词的感觉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撒谎的时候 你妈可能会问你上哪去了 你说我上小明家去了 上小明 我刚看见小明了 我上小明他没在家 完了 我这个叫做什么 大家先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起来很不自信的感觉 他想到这个意思 但这些词有点区别 有点区别 你看他的英文解释 叫to speak in a way that shows that you are not confident 没有这个意思了吗 没有这个意思吗 叫做to speak in a way that shows you are not confident 摄像头不开了 早到现在也没洗脸 蓬头垢面 满脸冒油 就今天不开摄像头了 所以他想到这个意思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falter 叫做falter 他往往显示一种心里没底 心虚的感觉 比如说 her voice faltered as she began to her speech 就当开始演讲的时候 说起来有点不太自信 这个单词 他这个词影射的是谁 他影射的是这个 就是fold 这个词 fold叫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做折叠 他这个词是源于fold 你看fold 就是舌头有点打结的感觉 舌头有点打结 就是folder 舌的这种感觉 舌头打结了 叫folder 第一个我刚才说到了 就是我们说叫做接吧 知无其词 接吧知无其词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这个还可以表示走 走也行 就翻译成盘山的意思 盘山和稠躯 一个小时没有中场休息 盘山 走路走的不稳 对吧 叫做盘山或者是犹豫 这词都可以表 表示腿不好使 嘴不好使 腿不好使和嘴不好使 stemmer和starter 这俩意思相近 他强调的是什么概念 口吃就 口吃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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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我们大大家都挺支持更个感谢你们 stemmer 这个叫做stammer和starter 我说清楚他俩 他俩的区别们 叫做to speak with difficulty repeating sounds or words 能解决吧 and often stopping 叫to speak with great difficulty 叫to speak with great difficulty repeating sounds or words and often stopping 这就是他俩的不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表达一个孩子口吃 你可以叫做the children stemmer 这些孩子们都有点口吃 都有点口吃 那为什么我们叫做口吃 大家还是会看到他们开头都是谁开头 这个st是什么特点 st还是强调的是站着不动 说了半天 没动 没前进 说了半天 没没说说出来什么东西 照字不是这样 刘能才是这样的 王一博你看看过乡村爱情吗 对吧 是这个意思 这大家注意他还是强调 stemmer 你看双写词尾表示动作的反复行为 所以这三个词说完了 注意一下区别 读一下stammer stutter stammer stutter 这个utter 你看他来自谁 utter表示的意思就叫做说出 说话说出 说he didn't utter words 他一言未发 看见吗 st强调的是不动 就没说出来 说了半天 一直没说出来 叫stutter 后面有个utter 这是stammer falter跟他的区别 falter一言强调是这种不自信的 支支吾吾吾的感觉 好 我们进行来看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来读一下 叫做fastidious 加油 马上下课了 fastidious finicky carp fussy 把这个词写下来 这几个词都跟什么有关 都强调的是有点吹毛求疵的感觉 吹毛求疵 看咱们有没有什么处女座的同学 就比如说根哥觉得根哥这个ppc做的不好看 是吧 有的字大 有的字小 图片不应该在这儿 图片应该放大一点 是吧 吹毛求疵 非常苛求 对吧 处女座就是追求细节 对不对 非常认真 所以处女座的同学应该是这个班 率先把单词都背起来的 好 来看第一个单词叫fastidious 你就是这么感觉的 fastidious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挑剔 截止一下 它作为形容词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就行了 形容词修饰名词 做定语 它也可以做表语都行 做表 比如说he was fastidious 对吧 这个人非常的怎么叫 挑剔苛求都行 他非常的挑剔苛求 或者是a fastidious man 一个非常苛求的 非常讲求细节 非常挑剔的一个人 所以他没有太多的用法 解释一下 这个单词就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fast 大家通过fast去记 fast这个单词有一个意思叫什么 叫做摘戒 有没有穆斯林同学 看咱班 我身边就有两个 这样穆斯林的同事 他们就是每年到什么日子的时候 然后就白天是不可以吃饭 也不可以喝水的 摘戒这个词 这没有背过 没有关系 咱们学过一个词叫打破摘戒 学过这词呢 打破摘戒 也没学过 这词都没见过 你就得读一下 你要读完之后还不认识 那我就得送你一本少儿英语了 就得 这是早餐 现在明白什么叫打破摘戒 就是太阳出来之前 你看比如过了摘戒日 摘戒月过完之后 对吧 打破摘戒的一顿饭 或者你想咱们晚上是不是也是不吃饭 睡觉 没有人边睡觉边吃饭 对吧 那这个时候早上起来 打破摘戒的第一顿饭 那就是早饭 对不对 就是早饭 一下没反应过来 这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明白了 就这单词你不读 你感觉一会儿衍生的 但你读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你读一读就反应过来 叫breakfast 所以你要知道摘戒期间 你给他吃什么 你是给他吃牛 还是吃羊 还是吃什么 他都不能吃 通过fast计 摘戒期间的一个行为 叫做 苛求挑剔 不能喝水 水都不能喝 叫做苛求的 挑剔的 第二个词叫做finicky 看看他 finicky来自于谁 他跟他同一词 来自于fine这个词 fine叫做精细的 除了表示罚款以外 咱们都学过 他也表示的意思叫做好 对不对 就是一个东西 要求过于精良的 技术老师的一个解释 对白天不可以吃饭 不可以喝水都不行 就是形容一个人过于精细 过于挑剔的感觉 他一般都强调是对于衣食 比较过分讲究 过分挑剔 比如说 a finicky man 对吧 一个非常挑剔的人 a finicky eater 非常挑剔的人 想要来自于fine 对于衣品 有些人你看 衣品很好 他绝对不穿这个牌子 也绝对不会穿那种牌子 必须要穿在 什么上纽约时装周的牌子 那这就是衣着上很挑剔的 过于精良的人 就记住一种非常精细的 比如建坤老师 就是非常注重细节精细的人 比如穿东西 吃东西 比如说我跟他出差的时候 在马路边那个豆腐脑 套个塑料袋往晚上 然后就往那塑料袋里盛点豆 那种他绝对不会喝 这是对于食品 他必须得吃的那种四平八稳 就是刀叉摆好 因为他喜欢吃那叫英式早餐 但英式早餐我就吃不惯 咱们肯定不能说人家不好 反正我是吃不惯 我去英国玩的时候 就是弄了几个烤西红柿 弄了点什么黄豆 那酱凹不凹不 玩鸡蛋半生不熟的 放两片干部肉 反正我就看完 看完就没有食欲 可能这是文化原因 但建坤老师就非常讲究 以前跟我跟王菲老师 早上谈事的时候 就一定要约在一个 有英式早餐的什么咖啡厅 然后弄奶 我说这一份七八十块钱 你说吃个早餐换七八十 我们在早事 一碗豆腐脑就解决了 对吧 然后建坤老师就流露出来 觉得太low的表情 过于精细的人 就是建坤老师 就是这种 fine 就是太细了 下一个单词叫做什么 叫做 叫做carp carp叫做挑剔 这个词还有一个什么意思 表示叫做鲤鱼 鲤鱼 也是他 像咱们吃鱼的同学 南方孩子一般比较爱吃鱼 很聪明 吃鱼从小吃鱼聪明 对吧 你看看 这也叫什么 叫做鱼多 鱼什么特点 刺多 挑刺 通过鱼取记 它名词表示鲤鱼 鱼有刺 就是用一个人挑刺 你怎么那么挑刺 是吧 这种感觉 鲤鱼挑刺 carp 最后一个 这个在六集当中 就比较常见了 考过六集的朋友 看见过他吗 fussy 大惊小怪的 挑剔的 fussy 就是通过谐音记 就是发丝 头发丝 这么大点的事 都值得拿出来说 发丝 叫做大惊小怪 fussy 好 这四个还都是比较难的词 第一个 fastidious 摘戒的人 这样 不能吃饭 摘戒月 摘戒日 就是不能吃东西的 这个叫做 讲究挑剔 讲究挑剔 通过fast去记 第二个词叫做finicky 过于精细的人 对于衣着 对吧 食品 非常讲究细节的 过分讲究 过分挑剔的 鲤鱼挑刺 carp 鲤 挑刺 fussy 大惊小怪 难以取悦 大惊小怪 难以取悦 好 前面这五个词 这三个词还记不记得 第一个叫做falter 舌头缠在一起 fold过来的 蜘蛛 或者叫做什么呢 犹豫 犹豫 稠疏 还可以表示的叫盘山 盘山 stemmer 站在那 说不出话了 stemmer stutter utter叫往外说 卡在那了 就这种感觉 叫stutter stemmer falter 然后就回忆 带你回过头马上读一遍 fiasco fail fiasco fail failsco 你想一想 整个的全的失败 完全的失败 没有带来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 没有带来 没有带来这样的一个新事物 这也叫做失败 miscourage 还等于谁 abortion abortion可能更好记忆一点 他来自于谁 born这个单词 A表否定 没生出来 流产 堕胎 founder创业者 失败 沉默 沉传这个意思要知道 如果考试问你founder什么意思 肯定考的是这意思 记住没 如果有一天你做题的时候 问你founder画了个引号 什么意思 肯定考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fail 肯定考的是贬义词 你都不用推了 也不用在原文去猜测了 肯定考的是一个动词的概念 好 我们看看下边下一组词 第一个叫做felicity 这个不是特别好记 这个不是特别的好记 叫做felicity 叫做幸福 幸福这个单词 我们等于谁 就是简单一点的词 完全等于happiness 所以先写上同一词 felicity 幸福 还可以表示言词的这种得体 都行 言词的恰当得体 有可能说well being 对不对 happiness well being felicity felicity 下边这是他的形容词 叫felicitous 这就非常难 这都是在GRE当中考的 在一些正式的文体当中 大家是能看到的 简单一点的适当 就等于谁 appropriate 对 proper appropriate 你可以用它来改写 但他注意它的区别是什么 说一下 felicitous 它一般就指言词的得体适当 言词的得体适当 比如你看两个人参加竞选的时候 一个人说话就很得体 你跟学生会主席说的话 应该差不多 你有些人骂骂咧咧 你就当学生会主席 大家本来想选你 但是你骂骂咧咧也不太想选 就是学生会主席这样 那不合适 说这边强调的是言词的适当 你穿着呀 其他的不用 言词的适当 所以你看上面这是它的什么词 名词 说这俩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它的一些小小的注意的一些细节 好 那这次怎么去记它 这个不太好记 就通过一个行进词对照去记 我当年在记的时候就通过facility去记 facility表什么意思 便利设施 学过这词吧 叫做便利设施 便利就记住有便利设施好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幸福 便利设施好的地方 这就是幸福 就是幸福 为什么大家买房的时候都愿意买 对吧 周边配套权便利设施好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地方幸福感才足 你不能说买瓶醋 跑出二里地去 这个大家就比较麻烦 大家也比较麻烦 对这里放到一起 幸福 恰当 下面这是它的动词形式 叫做felicitate 叫做为谁庆幸 向谁谁祝贺 简单一点的词就是celebrate 对不对 这就简单一点 这里面注意一下它的一个用法 向某人庆贺什么什么事情 叫做felicitate 好了 这到这里就不说了 名词 形容词 动词 Felicitate Felicitous appropriate 就是proper Felicity 这个一般第一个意思考的比较多 幸福 美满 这个意思考的比较多一些 好 看下边下一个词 这样的词 还是主要是对于相关专业的 学动物的 医学的了解一下 动物医学的 INE 它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它表示什么什么科的 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什么什么科的 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它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 像第一个叫feline feline叫做猫科 就是cat like 这新天年三有一篇文章 我记得好像就什么飞猫 猫好像从哪儿掉下来了 有点忘了 第九课 说的feline 就是猫从哪儿掉下来 没死了 还是怎么的 猫科是它 feline bovine 就叫什么 像牛一样的 对吧 公牛的 它前面就通过谁去 你通过布去记 对不对 通过布去记 像牛一样的 似牛的 牛一样的 k9 这个词跟咱们是不是给大家好像讲过 这个是不是给大家讲过 它来自于谁 cyn 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dog 对不对 它是跟dog有关 咱们讲那个叫犬儒主义 是不是像狗一样的知识分子 犬儒主义的 对吧 所以这是跟狗有关 歪变了一下 犬科的像牛一样 牛都是迟钝的特点 feline 就是猫科的 基儿一当年还考个意思 儿子 这叫什么 就是bear like像熊一样的 像熊似的 叫做earth sign earth sign 叫做像熊一样的 像熊一样的 这个本身也是来自于拉丁语 这个earth 表示的是熊跟熊有关 earth sign 把这几个记一下 像他们像这几个词是在托夫和gre 把这四个都收进来了 所以咱们就说一下 但像国内考试考到的几率不太大 即便考到也就是超纲词 会问你它什么意思 他改写的就是bear 但这肯定通过前后文肯定是有线索 推肯定是能推出来 但你要认识就更快一些 像什么一样的 狗 牛 猫 feline bovine canine earth sign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读一下 叫做faster faster表示的意思叫做化农溃烂 化农溃烂 就伤口 咱们说叫什么 冒油了 烂了 你经常在精英的小说当中能看到 是吧 什么中了什么毒 伤口溃烂 然后就马上就是中毒身亡之类的 溃烂化农 我们东北话叫磕冒油了 膝盖冒油 下面这个叫ouser ouser表示就是溃疡 这他俩还是有点有点区别 第一个单词 faster其实就是那种感染了 我们东北话就是 普通话也这么讲 就叫感染了 对吧 就这个意思 伤口的这种感染 就是badly infected become badly infected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比如说fastering wounds 坏的比较什么意思 什么叫伤口 你可以叫做fastering wounds 就是溃烂的化农的伤口 对不对 溃烂化农的伤口 就这个地方已经冒油了 他通过谁去记 建议大家通过一个联想去记 你就通过faster去记 就是烂得越来越快 一个地方烂了 你不好好治理他 就会一烂烂一片 一烂烂一片 好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outherate outherate表示的叫溃疡 叫做溃疡 那我们经常会说什么 胃溃疡 对不对 你叫做什么 叫做stomach ulcer 就这么用就行了 比如说口腔溃疡 mouth 对不对 mouth ulcer 什么双血 不用双血踢 不用双血 这个outher 知道叫做溃疡 像这两个 这是跟医学病理学相关的词 认识就行了 你还问你们学医的以后 可能会说什么 什么十二指肠溃疡 什么胃溃疡 各种溃疡 你知道这个outher名词就行 outher 把这两个词认识一下 烂得快 faster 这是溃烂化浓 outher叫做溃疡 叫做溃疡 好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咱把前面回顾一下 40分钟了 回顾一下前面的这几个 第一座 intristic inherent innate 这三个都能想起来不 在事情之里面的 叫做什么 叫做本质 本质的 eherit 固有内在的 生在天性 就是天生的东西 在你天性之中的 还是天生 第二组夸张 exaggerate 高估 过高的评价 对不对 rate评价 还有过高的声明 都是夸大夸张 还有over value 给他过大的价值 好下一个词 exceeding excessive 这两个区别 我讲清楚了 都是一种过多的这种感觉 非常的感觉 它是超过 第一个是正常的 极其时分 就是very 第一个词就是very exceed过来了 而第二个贬义 他强调我说的叫 greater than what seems reasonable 是这个意思 下一个extremely 极端非常的 好 第一个叫做fail fiasco 叫做彻底失败惨败 彻底的失败 大败 miscarriage founder 创业者惨败 还有就是debuckle 大家想想 buckle被压垮压弯 这个政权彻底被压垮了 第一表加强 也叫做什么 叫做垮台 政府的垮台 或者是大的事件的失败 debuckle 好 看下面下一个 falter 舌头打结了 叫做知乌接 显得不自信的 这种知乌接 还可以表示盘山 走路 走路很慢 盘山 躊躇 都行 下一个单词 叫做stammer 和stammer 它俩意思相同 它俩是磕的 东北话就磕 磕 stutter stammer 好 这边第一个fastidious 看着它 摘戒的难以取悦 fine 非常精细精良的 这叫做过分讲究挑剔的 鲤鱼挑刺 发丝大惊小怪 发丝 大家felicity facility 这俩不要混淆 facility 后边这是咱们高中四级考研里的基础词 非常基础的词 便利设施 有便利设施好的地方 felicity 便利设施幸福 便利设施幸福 重复这句话 便利设施幸福 便利设施 facility facility 就你看到这个词 你要能想到很像的 你就能反映过来它的意思 第一叫幸福 第二叫恰当得体 恰当的得体 动词表示叫做祝贺 祝贺的意思 celebrate felicitate feline bovine canine 这种相关专业的同学重点看 非相关专业的同学 不作为强求了 熊一样的 像熊似的 狗科 牛科 还有猫科 faster ouser 溃烂和溃疡 mouthouser stomachouser 不行 叫做胃溃疡的溃疡 溃疡后面加了ate 变成动词 变成了动词形式 好 看一下边下一个单词 读一下 叫做fidgety fidgety 这个在英砖考过 砖码里面的一个词 第二个单词 impatient 把这些词先写下来 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restless 还有个叫twitchy 写下来 第一个单词 叫做fidgety 表示的叫做不安的 烦躁的 不安的烦躁 就形容一个人 坐立不安的状态 比如你在老婆生孩子的时候 你在产房外边 是这种感觉 烦躁不安 就坐立不安的一个状态 叫做fidgety mood fidgety mood 这能理解吧 就这样的一种 坐立不安的情绪 这样的一种心情 你可以用这个词 可以用它 第二个单词 叫做什么 叫做impatient 这个就比较直接 对吧 这个比较直接了 patient是耐心 就不耐烦 restless restless叫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做休息 无法休息的 看到了吗 无法休息的感觉 无法休息的 无法休息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twitchy twitchy它是来自于谁 来自它的前半截 叫做twitch twitch本身表示的意思 叫做抽动抽搐 它有这样的意思 叫做抽动抽搐 它有这样的意思 它其实是来自谁的一个影视 我跟谁同样 跟那个扭这个词 twist 大家有学过这个词吗 忽然感觉拧劲了 咱们就让我说 哎呦 这肚子拧劲了 有这种经历吧 刚吃完四个馒头 跑了一万米 忽然肚子里拧劲 是跟拧有关的 叫做抽搐抽动 名词动词两个词性 抽搐抽动 有一种抽了一下 所以叫做静卵性的话 也叫做急躁不安 急躁不安的 叫做急躁不安的 好了 把这几个词 过一下 第一个 肺直提 讲一讲 什么叫做急躁不安 就是 费劲的去提这个东西 费劲提 费直提 使劲的去说这个东西 不安定 不稳定的去说 费劲提 费直提 第二个干词 叫做 不耐烦 不耐烦 没有休息 我根本不想休息 也是不耐烦 焦躁不安 rest 就休息 twitch 是来自抽动 抽了一下 也是 这样的意思 好 看下边 这两个词 第一个叫做fossilize 和 ossify OSS这个词根 本身是跟骨头有关 表示bone 画上 OSS这个词根 本身表示bone 是跟骨头有关 骨头有关 所以讲一讲 fossil 叫化石 这骨 这不就是千年恐龙 放了上亿年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骨头 最后成为了化石 你这样想一想 千年海骨成为化石的感觉 叫做fossil 加上ize 变成了动词 就是成为化石 或者叫臣腐 它这个意思俩一样 所谓臣腐 就是思想僵化 对不对 思想僵化 因为咱们看电视里 经常会说国民党需要改革 对吧 你看那些乌敦义 他们这都太老了 太守旧 零需要年轻人 你老是那些老木 咔嚓眼的 这种也不行 ossify 和fossil 我们说叫做become conventional and opposed to change 听懂他的英文解释吧 to become conventional and opposed to change 就是非常传统 不愿意改变 这就叫做ossified 古化嘛 还是啊 就是一堆老骨头 非常的思想僵化 思想僵化的 叫做fossilize和ossified 讲过了 好 看看下边这几个词 这第一个和第三个 是不是前两天讲了 第一个和第三个 看这几个表示骗子的词 写下来 fraud 当然我们比较简单的 比较口语化的词 你可以叫做cheat 就是正常的欺骗 cheat或cheater都行 骗子 cheat 欺他嘛 这是最简单的 比较口语化的词汇 好 那你看第一个单词 fraud 第二个shellatin 第三个叫imposter 冒名顶替的人 冒名顶替者 这种骗子 最后一个词叫做quack quack 都还强调的是一个 跟骗子 最后一个动词是 鸭子那种 哗哗哗哗的叫 但名词表示的是雍一 不要忘了一词多一 有些词还有别的意思 不是一个词 只有一个意思 fraud这个单词 表示骗子 这个一般比较偏向 比较正式的 官方的这种骗 叫做fraud 比较正式的 官方的这种欺骗 我们叫做fraud 或者我们把它翻成叫做欺诈罪 也行 也用这个单词 学法律的指导一下 欺诈罪 比如说she was charged with fraud she was charged with fraud 对不对 那说这就是他被指控 什么样 就有欺诈罪 欺骗罪 欺骗罪 他的动词是谁来的 动词叫做defraud 第一在此处应该表示加强了 还有他的形容词叫什么来的 叫做fraudulent 对不对 形容词是他 这是咱们之前提过的 把这三个词再读一遍 fraud defraud和fraudulent 再次强调一般都强调 这比较正式的这种欺骗 或者表示欺骗罪 欺诈罪都行 名词的话也是一个骗子 这个意思 说he is a fraud he is a fraud 也行 他是一个骗子 骗人 如果我们说soccer fraud soccer fraud 就是我们叫什么 足球的欺诈 就是假球 知道了吧 就是足球的欺诈 就是假球 好看下一单词 叫什么叫sheloton 这个叫做冒充内行的人 或者也叫做骗子 这大家可以通过谐音去记一记 就是sheloton 通过谐音记就是杀了他 杀了他骗子 还可以表示 就是庸医 用这个词也行 这俩意思相近 他也表示bogus doctor 冒充内行的人 庸医骗子 庸医骗子都行 这家人会说 我能治什么高学压 我能治这也能治 那就是a person who claims to have knowledge or skills 对不对 that they don't really have 但实际上他说这种宣称 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那个能力 但实际上没有 这种的人就叫sheloton 杀了他 给大家讲sheloton imposter昨天已经讲了 因为咱们说冒名顶替行为叫什么来的 叫做imposture 对不对 这个行为叫imposture 好 最后一个词叫做quack quack这个词也是一个流学里面考到的一个词 现在当年在家一考 他可以表示鸭子叫 嘎嘎嘎的叫叫quack 第二层含义也表示叫做用意 就形容这类人能够怎么的 夸夸其谈 但说的都是大忽悠 是来自这样的意思的一个眼神 原指鸭子的这种叫声 但后来用这类人 像形容他们这类人说话 像鸭子一样 哗哗其谈的 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本事 表示拥一 叫做拥一 也叫做quack 你可以通过duck对照去记 quack duck 好 把这个单词来一遍 fraud这个是最常考的 再次强调动词 fraud defraud和fraudulent 欺骗 杀了他 也是冒充内行人 imposter也是骗子 冒名顶替者 骗子 quack 撒谎的那个骗子 一般我们说这个词也行 是吧 liar 说谎 是这个词 lion 这个一般口语说的也比较多 比较多一些 好 看下边这三个词 再三个认识就行了 fungus mode和mushroom 咱们学什么生物的知道一下 fun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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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一下什么呢 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复数形式 行它复数形式后面又变成i 叫做什么叫做fungi 或读成fungi或fungi fungi fungus fungi 这个复数呢 它是用us变成了i 它跟谁的变化一样 跟那个刺激 你看是不是 stimulus 复数叫什么来着 stimuli 是不是 stimulus stimuli 这个复数要知道us结尾的很多词 变复数的形式 变成i 叫fungi 或者叫做fungi 两个读音都行 fungi fungi 第一个表示真菌 霉菌 真菌 霉菌 这东西强调的是这种咱们学生物的一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种这种这种我们叫什么叫做真菌植物里面的对不对 克隆形成的一些什么这种菌你可以叫做fungus mold一般强调就是指发霉了 mold表示的意思就是指霉 我们常说的就是东西长毛了 是发霉 它还有一个意思叫什么来着 mold在考研当中还考表示叫做塑造 对吧 模子或叫做塑造也行 英式的写法是mold 前面这是美式的 后面这是英式的一样的 但这个表示霉长毛了东西发霉了 比如说放什么地下 就像咱们现在买房子 很多人都会觉得地下两层挺好的 那地下两层其实啥也干不了 你想想那地方又潮 对吧 毕竟在地下它怎么它都潮 对吧 那容易发霉 衣服长毛了 mold再次强调 那俩一个词 那作为动词表示塑造这个意思要了解 考研考的是塑造这个意思 下一个mushroom 就是我们吃的蘑菇菌类 蘑菇菌类 以前跟外国人一块吃过一次饭 就是他那时候他说什么 他当时吃饭的时候就正好遇到那个木耳这个词 那很多年前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木耳怎么说 他就说他们不可以叫这个词 他们不叫 他们都叫统一都叫什么 都叫mushroom 都叫mushroom 东北 但是南方我不知道吃不吃这东西 就黑色那个泡发的那个木耳 他们统一都叫mushroom 都这一个词 都这一个词 动词表示猛增 对不对 都是猛增的意思 动他动词是猛增增加 好了把这三个词来读一遍 第一个fungus 我们生物当中所学所说的这种 霉菌真菌用它 第二个就是东西长霉 发霉长毛 这是吃的能吃到肚子里的菌 能吃到肚子里的菌 好看一下边下一个单词来读一下 叫做futile 这个特别重要 就当年有一次六级考 蛮行里面考了 选词连功里考的时候也是大部分人都不认识 就比较压力比较大 选词考过一次 在选词考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不太熟 这词 因为它在六级里的属于比较难的词了 futile vain和fruitsless 后两个词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你看没有水果 这能看懂吗 没有成果 所以叫什么 叫做无意义的 没有成果的 没有成果不是也是徒劳 上面这个词 vain也是徒劳自负的 这个比较常见的是哪个搭配来的 叫做invain 是不是这个短语 它是来自哪个词根 这个词根我是讲过的 van这个词根是跟空有关 想一想 消失 vanish 这个词根咱们之前是讲过的 这个词根是跟空有关 vain就是vain这个词根的变形 叫做空 徒劳 徒劳的 没有成果 第一个词叫做futile和futile都行 美语就读成futile 英式就读成futile 它这个通过谁记比较好记呢 通过一个行进词 它俩正好相反 你看是不是 fertile什么意思 我当年在记得的时候 把这俩的对照放到一块就记 它俩正好是一个相反的感觉 虽然不是直接的反义词 但是正好这个方向上正好相反 fertile是不是叫肥沃 是不是强调一个多的概念 很富饶的 富肥 是这意思吧 叫fertile 这个在以前有见过吗 我们说肥料 之前讲过 Fertilizer 化肥肥料 化学品的肥料化肥 用的就是它 叫做fertile 而futile正好相反 一个是很多很负 而这也是正好很少 啥也没有 叫做无效的 琐碎的 无效的琐碎的 一个是很多的 很富的 这是futile 就是无效无用 无效这俩对照 一个是多富 富多肥 这是很少 你看琐碎 叫做无用无效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第一个叫做 Gavenise 第二个 Gold 第三个 Spur 这几个都是跟什么有关 跟刺激有关 跟刺激有关 咱们看NBA的时候 男生是不是见过 最下面这个词 这在见过 以前见过 是吧 马刺是他 叫做Spur 刺激性因素 动词也行 名词也行 刺激 刺激性因素 叫做Spur 他其实还是 你通过谁去记忆 你就通过 inspire 看他的后半截 就是让你有精神 比如大家现在太困了 对吧 太困了怎么办 老师唱一首歌 这叫做 给大家气力 有气 有精气神 inspire和Spur 这两个方法 因为inspire本身也表示 鼓励 鼓励刺激的意思 鼓励刺激的意思 上面这个单词 go的 go的这个单词 它也叫做 刺激激励 它通过什么去激励刺激 目标 通过目标 目标刺激 通过这个词去记 通过目标去记 叫做go go go 有目标才能激励大家 大家现在的目标 咱们现在上完课了 特别是听全课的同学 咱们把这课上完 你可以在27 28去网上搜一搜那种测词汇量的软件 用手机搜一搜也行 肯定能搜到 因为现在微博上已经有同学开始圈我了 就是上了万词班自己一测 大概测多少词获量 你也可以测一测 看现在词获量 你测三个 一个不准 你找三个软件可以都测一测 看看怎么样 有没有突破一万有没有突破一万有一个目标去激励大家 这个稍微难一点 这也是一个留学的词 它本身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一个物理学家叫做Gavening 是来自于他这个人名他做的实验电镀实验 形成电流电镀实验而用他的名字 这个来命名的 来命名的 用的是这个词 叫做Gavenize 也叫做刺激 或者叫做激励 讲一讲 给你通电的感觉 是电镀 电镀给你通电的感觉 叫做刺激 激励 它作为动词也是一个极物动词 比如说 Gavenize them into action 刺激他们行动起来 刺激他们去行动起来 Gavenize 它是来自于人民 好 来自于目标 马刺的刺 想想鼓励这个词 鼓励大家也是刺激大家 inspire Gavenize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这三个 看看之前有没有见过 第一个肯定是见过的吧 Generous 这是比较基础的词 叫慷慨大方 Bountiness和Bountiful 它俩意思一样 看第一个是形容人很慷慨大方 明白了 第一次形容人 第二次表示物资的这种丰富富饶 他们其实通通都跟谁是同源 看出来吗 他的动词是谁 是不是Abound的 大量充满 见过这个动词吗 他的形容词是高中词 形容词是谁 是不是Abundant 跟他一样的 Abound注意是动词 大量充满 比如这个文章里充满了很多错误 全是错 Abound with mistakes Abound with mistakes 用的就是他 Bountiful 把它写旁边 就是特得的变形吗 还是取自bount的这个词 Bounteous和Bountiful 接下来吗 Bounteous Bountiful 这还是比较好记的 你记这两个词 回顾的时候一定要想想 Abound像这个动词 Bount 是来自他的变体 好 下面这第一个叫做Mactiloquent 叫夸大大言不惭 夸大 夸夸其谈 夸大 为什么叫夸大 大言不惭的夸夸其谈 哪个地方体现出来了 Log这个词跟谁的变体 是不是来自Log的变体 它是不是来自 你能看到吗 这来自 是跟说有关 对不对 Log是来自于Log的变形 是跟说 我之前在万词班的前半部分 讲了一个词叫做Locatious 是不是叫做话多 Locatious叫多吗 话多的 是跟说话有关 想想那个对话怎么说 第一次听课的同学 想一想Dialog 这个词根是比较好理解的 Dialog 跟说话有关 所以你看Grant叫大 红大的 说得很大 说得有点大 所以意思非常直接 说得有点大 下一个单词叫Bombastic 夸夸其谈 你看像放炮一样 我们生活当中 经常会听到一个表达说 这人满嘴放炮一天 现在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满嘴放炮 明白了不 这个叫做Bombastic 说的东西都不沾边 夸夸其谈 它来自于Bombast 名词前半截认识一下 Bombast表示的意思叫做夸大的言词 就前半截就指这个意思 华而不实的言论 夸大的言词 满嘴放炮 其实我的一个解释 通过炸弹去记 满嘴放炮 夸夸其谈 通过Bomb叫做炸弹 这词学 Bomb名听过 咱们到万词吧 这个应该是知道的 Bombast的就是这种大话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聊 这几个通过词根记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还是比较好记的 老规矩 希望大家能够中午的时候 看一遍 12点之前复习一遍 12点复习一遍 那咱们微信群里的打卡 仍然还是在18点和22点 以及明早的起点 微信群打卡 大家要继续 我发现打卡的人也不多 大家还是得加油 虽然到最后阶段了 可能有同学已经坚持不住了 但是还是希望你们 这个课上完 测测词汇汇量之后 有点成就感 继续加油 再复习两遍 玩子们好好复习 然后去测几个软件 当你看到你自己的词汇量 可能到了12000 13000 虽然这不能说百分之百准 但它肯定是有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支撑 有一定样本量的 才给你这样的一个评估 我们这一定要加油 加油 中午一定要看一遍 要否则到晚上6点的时候 就忘没了 讲一遍 讲一遍 讲单词 不要背单词 明天早上再见 拜拜 微信群 请加取根 113 会有老师拉你进群 会有老师拉你进群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